這款禽獸 瘟獎當家人面 性侵弱智少女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基隆這名瘟獎 就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前年六月 她認識一名弱智婦人 得知她女兒智能不足 假裝載她們出去玩 在車上提出願意支出生活費 只要女兒給她摸 沒想到媽媽竟然沒拒絕 隨著吹少女 當著全家人的面 就這樣被性侵得逞 瘟獎實吹滋味 之後又把弱智少女拐去摩鐵 這次女兒回家說 下面痛痛 怪公警覺出事才跑去報警 42歲曹欣未想否認性侵 但被韓人指贈莉莉 法官認為她欺負心智缺陷之人 相當惡劣 突發中心 吉隆報導